接着讲奥巴马的团队 奥巴马有一个很有名的幕僚长 麦克多诺 跟他跟了很多年了 他就讲了 没有任何一个作战计划 能够在敌人的第一次接受中 能够幸存下来 能够成功的 就是意思呢 就是说你所有的计划 你设计的在周全 你真到实施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变数 所以呢 就是说没有完美的计划 这也是因为呢 就是他们白宫啊 每天大家都要各种各样的计划 完了把这个整个国家呀 所有的信息呀 大家如何沟通啊 怎么应对呀 全部都要写在里头 完了这几十个人呢 就聚集在这个一起 商量啊 怎么制定啊 从各种的吧 包括他呢 这个小丹丹呢 他就是负责这个宣传 通讯这个方面的 什么演讲啊 稿怎么谁写呀 怎么写呀 什么各种日程安排啦 各种活动策划啦 就都归他们 这个很多很多的事啊 经常是什么呢 等到早上一开会的时候 哎 昨天写的那些计划就全部 毕了 为什么 你这个昨天下班的时候 到今儿早上又发生了很多的紧急状况 或者是危机 要重新开始制定计划 等于你昨天做的那些计划 就狗屁用了没有了 已经不重要 在克林顿那时候当总统的时候啊 他们白宫的这个通讯团队呢 就是有一个宗旨 他们的这个标志就是什么呢 你赢得新闻周期就行 完了就是每天结束的时候啊 打架所有的那个他们宣传部门的 聚坐一会儿 看完间新闻 哎 这个晚间新闻呢 就把这一天里边 他们的工作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就等于就算是总结出来了 哎 等于因为你 你得跟各个新闻口去对接呀 去传达呀什么的啊 但是到了奥巴马这时候呢 他们这个团队呢 就坚决 觉得呢 这个理念已经过时了 由于啊 后来的这个老百姓啊 什么看新闻啊 什么看报纸的人都少了 所以呢 那就是他们说的这种 那时候的那种新闻周期啊 这种价值 已经不存在了 你靠晚间新闻来这个总结你们一天的工作呀 或者你总统的这个成绩呀 已经不行 奥巴马呢 是这个他的宣传理念是干嘛呢 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时间 我给你们讲一个完整 很大的一个故事来 或者是我的这个计划来 比如说就是 呃 你像他觉得啊 整天追着那个新闻跑 你这个白宫就啥事里没干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让所有人啊 包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你得跟着我走 我来带着你们 你不能让媒体牵着鼻子走 你比如说 我就要弄这个 呃 医疗 哎 我就随着这时间啊 不断不断的往前推 完了呢 让你们这些媒体啊 也跟着我 呃 关于这个呀 就是炒作呀 研究啊 各种宣传 或者是各种讨论呢 他想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 哎 这么做 而可是这个 你真正啊 你竞选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做 你真当了总统了以后啊 就完全 你的工作真的 完全跟竞选两码事 而且大家呀 对你这个总统的期望值 也完全不同了 你在这之前 你说什么 哎 老百姓听着啊 好啊 好啊 到真 那时候就不行 有一次吧 就是2009年的圣诞节 这个呢 大家呀 已经这个 刚当上这个总统了 一年多都没休息过了 都想啊 好好的斜斜脚 正好呢 就是这个平安夜嘛 完了呢 这个 这个 参议院呢 通过了 他们这个 奥巴马 那个版本的 那个 这个叫 平价医疗法案 然后呢 这 奥巴马两口子 就奔夏威夷了 一年一度 哎 人家度假去了 这小丹丹呢 就从这个 华盛顿开车 奔这个 家里边去 特拉华州 想呢 跟家里人 好好的 一起度个假 然后呢 他又想呢 从老家呢 再去 纽约 跟他那个 以前都 三年前 三年多 没见了啊 都因为各种 去竞选 你跑那团队了 我跑那团 谁也见不着谁了 所以呢 就那些好朋友 大家约好了呢 一块呢 玩一玩 休息几天 这个 所有的啊 应该说 就是白宫的 工作人员 都想着呀 趁着这奥巴马 还没从那夏威夷 回来呢 我好好睡一觉吧 结果呢 这个 假期的 第一天 就来事 这三年啊 这个小丹丹的 那个黑莓手机啊 那小红灯啊 一闪 他就本能的啊 就开始 开始刷 看那个内容 玩的心率啊 也跟着 快的啊 加快 咚咚咚咚 跳的 怎么处理 什么事啊 什么的啊 就已经是处于这种 亚健康的状态 这时候呢 他呢 正跟那个厨房里啊 跟他妈聊天呢 他妈呢 正在那儿做那种 传统的牛里街 那圣诞打餐 结果他爸呀 就从书房里边 那儿喊 房间里什么东西 在想 他爸这时候啊 正在那儿看那个 NBA的比赛 这小丹丹啊 就开始往那儿跑 就去拿他那手机 一边跑啊 这心跳啊 就已经开始快 完了 没好事 绝对没好事 这时候呢 就是白宫啊 这个联络官 给他打电话 说这个白宫啊 情报室 哎 幕僚长说了 赶紧安排一个电话会议 我现在把你接进去啊 啊 啊 对 行啊 什么时候 现在呀 这情报室的接线员啊 就说马上给他 把这个手机电话 就接过去 你想啊 这个情报室组织的 这个电话会议 那肯定就是大事 而且是跟这个国家安全 有关的大事 在这个等这个电话之前啊 这个电话会议开之前啊 这小丹丹就开始拿手机 开始狂搜 新闻 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 你看见没有 这白宫啊 都得靠新闻 人家才能知道 这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了 咱们这儿 好家伙 一传了一六个了都 那新闻还没有呢 这时候呢 就有一篇新闻报道 上面讲的呢 是有一个 飞往底特律的一个航班 这航班上呢 有一个男的呀 就想引爆他 他藏在内衣里的一个炸弹的事 然后呢 就被这个旁边啊 已经高度警惕的 而且非常勇敢的乘客 给他给摁住 当时他想 当时他想是不是这事儿了 通过这个简报啊 当时呢 就是这个电话会议里啊 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就给他们做简报 结果呢 一发现这简报啊 就比那个新闻报道啊 多不了几个字 反正呢 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爆炸装置是什么 也不知道这个爆炸装置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 最重要的是呢 你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阴谋的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呢 跟这个基地组织有关呢 还是就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个案 一闪帽 完了以后呢 光光光想到事儿 再捣乱 总之吧 他们开这个会呢 其实是讨论就是说 奥巴马要不要关于这件事儿 发表点什么声明啊之类的 这幕僚长吉普斯就说呀 应该发一个 毕竟啊 就是这圣诞节 你想想 有人想在这个飞机上 在这个顶特利上空 他要扔炸弹呢 而小丹丹呢 就反对 觉得 咱们这现在啥信息都没有 那新闻稿 都多不出几个字来 你还跟在圣诞节 向全国去发表什么讲话 你这不等于就又跟那911以来一样 把大家的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那不一下子就引起恐慌了吗 尤其又在圣诞节这时候 如果啊你说你现在发表了 最后呢一发现 这就是一神经病 完了以后没事呢 就给我啥炸弹也没有 就自己裤子里边 最后把裤子点燃了 也没啥危害 你说那怎么办呢 那不就让大家觉得一个美国总统被一神经病给吓死成这样 像的感觉就是奥巴马跟个菜鸟差不多了 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电话会议呢争论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支持小丹丹的这一方赢得了这个胜利 最后呢就想的就是决定的就是干脆就第二天 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在这个周日啊有一个例行的这个节目上发表一下这个讲话说一下这事就得了 这会议开完啦的小丹丹还挺高兴就开了一瓶啤酒 开始享受他的圣诞节 后来啊因为他们毕竟啊这个刚进到白宫没多久嘛 所以呢呃事事证明呢呃这个想法是错的离谱 甭管你这是内衣炸弹啊还是就点了个裤子啊 总之吧你这种总统啊你不管不顾一声不吭就不行 这个呢可能会导致飞机坠毁 哎也有可能呢就说呢这个呃让更多的人死 你比如飞机坠地了最后再加爆炸不更多人死吗除了飞机上的 哎后来又说呢你万一再一发现这阴谋还就跟基地组织有关那怎么办呢 最后还发现还确实就是基地组织一个野门的一个分支机构策划搞的 哎呃当时第二天的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呢就在这个美国CNN上呢就说哎 我们阻止了这个炸弹的这个印报说明呢我们这个工作啊还是很有成就的 哎我们美国的安全系统还是管用的 但是民众不谅解 这个里边小丹丹才终于学会了一个东西 就是你总统啊你的作用啊不光光是要说哎我告知公众啊 哎呃我们国家发生什么什么事 你的总统啊还得跟牧师似的 就是说你对公众的这个情绪你要进行抚慰的 就是说你有这事会引起恐慌 但是你的总统你出来说句话哎我们大家知道哦你在处理这事 我们心能安定一些你别不吭声啊你别你好像你不知道那不行 即便是啊你这个老百姓或者这选民多不喜欢这个总统 当某一个悲剧或者危机发生的时候啊 这美国人还是希望要听到你这个总统的声音 就是说起码都知道哦你这政府正在处理这事啊 起码你没有说不当回事 这个反应及时和反应过度这个把握啊 那绝对是一件高难度的动作 所以小珍珍他们这个啊过去就是玩这个竞选的呀 就搂了就不行了 所以啊这个奥巴马呀呃很长一段时间都因为这个处理不当 哎呀那媒体就不停的往他身上扔扔扔脏水 就骂呀老百姓也是就觉得什么呢 你奥巴马这个人冷漠 哎哪像克林顿呢动不动就出来是吧 一说就赶紧出来新闻啊发布会 甚至你想那小布什都拿着个喇叭 站在那个世贸中心的废墟上得哇哇几句啊 奥巴马这个人呢确实是不喜欢摆拍啊什么各种照片啊什么的啊 结果呢就被媒体贴上了冷漠这个标签了 而且一贴就贴了好多年 哎呀揪头烂了 直到啊他连任了八年嘛 这任期都快满了 才因为啊什么波士顿这个爆炸案啊什么纽顿的那个枪击案啊 还有着飓风啊什么什么啊 哎开始奥巴马也学会了 我可不能不吭声哦 哎这突出表现才迎回了全国人民的心 这就是你做总统啊 你不光是要告知你还得安慰我们 你还得告诉我们你到底怎么做的 你做到哪一步了 美国呀很多的这个历史最重要的啊 呃时刻都是围绕着总统啊呃演说展开 比如说大家要记得啊什么胜利啊什么悲剧啊 各种各种的纪念啊 最好的大家记得什么呀 就是总统在那个时刻的演讲 你比如说呃肯尼迪就是登月球讲话 里根挑战者号爆炸了以后的那个著名演说 哎克林顿那个厄赫拉玛那个爆炸案 奥巴马那就是那个教堂 哎那个被人枪杀以后 他那个著名的那个恩脸的那个 奇异恩脸的那个景了 当然后来啊 确实是随着科技的这个技术发展 呃美国总统跟民众的这个沟通形式啊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哎你像过去那罗斯福 那大家都是围着一个炉子听广播 听你这个总统的这些演讲 你到肯尼迪的时候开始有电视了 哎有了新闻发布会 到奥巴马的时候那就是推特了 是把youtube了 哎跑这上面来了 各种的在这种网上哎跟采访明星似的那么采访你 但是啊小丹丹觉得呢就是你像他们这种呃白宫的这些工作人员 其实他真正的工作内容还是没变的就是内容没变过形式传播形式变了 不过呢他也承认这一切啊都被一个叫特朗普的总统给改变了 弄的呀就是甭管是民主党还共和党啊 所有这帮白宫的玩通讯的玩宣传的这帮人就每天就瞪着大眼睛 张着大嘴就看着自己的这种这份工作啊 就被特朗普不断的在贬低 不断的在这个呃怎么说呢泼脏水 就说没用这这些人都没用 我一个推特就解决了 有些人认为啊嗯是特朗普从根本上改变了总统与民众的沟通方式 嗯但是呢小丹丹觉得啊其实不对 他只是啊一种沟通方式 但是内容上其实还是没有变 好吧我们下一期再讲讲这个奥巴马是怎么败给特朗普 好下期接着讲下期见